在室交叉上和 室交叉上和呢 或成为校图室交叉和上和 就是不如冬夜周夜 节力调整的中枢结构 在大脑的室交叉两侧 你看成对是存在的 可调节身体内外 周夜的节力活动 是我们内在环境 跟大自然的时间顺序 对内外最大的适应了 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 精神睡眠 都是因为固定的 周夜的 所以控制它 就是室交叉上和 就是如何 能够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自主性的 周夜的 就是电视你的特性 糖的利用 还有蛋白质的合成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将光的兴许呢 使生物的竭力 跟外同步 所以在这两个配合的当中 室交叉上和呢 产生睡眠 激素 代谢跟生殖 众多的生物的竭力 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 我们的室交叉是何时 你想人最大的 睡眠障碍 激素 跟结业 周夜的 节里的 周轮跟老人 室交叉上和 是让我们要了解的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 我们从这个当中 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 白金石就是要让我们 从人体的大胀经 也就是从我们 所谓的一帮女下手 我们才了解到 我们自己怎么了 才能够非常清楚的 逻辑分析的 来做改变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了解 现在我们所谓的 SIDH 也就是很多 这个迪纳的问题 造成我们在身体当中 没有力气 甚至会退化 就像我们叫脑雾的观念了 所以我们明白之后 才能够自己 执笔 最重要的 要透过念佛 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才能够 找回自己了 所以您要清楚 一定要先从 白锦 的医学 所以这个 是交叉上和 接受的 调整 结合我们的 这个内外 尤其是光 跟内跟外 是要同样的 所以同步的当中 动物跟人一样 都要有固定的 所以它是从我们 大脑这个中处当中 是交叉 所以了解之后 我们一定要从 这个光和左右 来做调整的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透过阳光 空气水 睡眠 环境荷蒙 还有运势 运势运动 很重要的 所以人或者不是吃 也不是学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帮助 唤醒 终身 真正的回到西方 极乐佛果 才是我们这一时 最重要的任务了